美国联储局突然在距离3月议息日期两周前宣布减息,且幅度达到半离,反映美国经济潜在极大不稳定因素。如今就连美国都急不及待加入减息行列,大概全球央行减息潮以不可逆转,重启货币政策量化宽松,QE,的可能性增加。 香港却未有跟随美国减息,刺激经济的措施变相受局限。七大工业国集团G7财长与央行行长近日举行电话会议,承诺必要时运用所有适当工具但却未有提到联手减息。 可美国随即带头作出行动,突然宣布减息半离,距离联储局本月17及18日的议息期财量周也等不到。 显见美国经济真的很严峻,再看今次减息的幅度达半离超出预期,到底中旬的会议会否再减息?可能性不能完全抹杀。 联储局一改审慎的作风,主要是考虑到新冠肺炎疫情已影响到供应链。 美国企业利益受损,虽然近期美国已公布的经济数据未见太大异样,但始终数据有滞后因素。 掌握最新经济情况的联储局,显然是意识到危机升温,财急忙作出减息决定。 于是这,全球两大经济体兼增长引擎中国及美国的经济都出现重大不稳定因素。 于是全球经济衰退风险急升,固见美国公布减息后,美股反而大幅震荡。 如今澳洲、马来西亚、美国军已减息,相信下周欧洲央行已息,纵使已视乎利率,或会象征式轻微减息以稳定市场情绪。 中国亦好大机会再逐步复工后,宣布大规模财政及货币政策已力挺经济。 全球央行齐齐行动,虽然港元与美元挂勾,但却由于先前美国加息香港未有跟随, 故如今美国减息,港息并没有条件跟随步伐。 事实上,如今港元存款利率已低无可低,香港银行业要维持合理的息差,维持最优惠利率亦有其原位。 可对于香港企业和市民而言,如此困难的经济环境,减息成然有助减轻利息支出,舒缓困境,偏偏如今港息不能动。 真是瓦子吃黄年,有苦自己知,到底当前全球经济面对的困难,是短暂或会演变成中长期影响,尚要视乎疫情的发展。 为今年全球消费和投资信心受到打击,已成不争的事实。 即使上半年局面逐步稳定下来,全年的资产价格仍有下调压力。 香港作为一个外向型经济体,在劫难逃。 刚公布的2月份香港采购经理指数,PMI,及商业信心创历史新低,令人沮丧。 可至今为止。 港府除了宣布派钱减费外,并未有具体策略如何在内部推动重点产业复苏和振兴消费与投资信心的方案。 继续一贯不闹不做,劈一脚行一步的作风,香港想有运行,难以。 继续一贯不断。 感谢观看